知名運動鞋品牌近期發表了一款由3D列印製作鞋底的運動鞋 網狀鏤空的鞋底設計得相當精密 空氣感十足 這款運動鞋已經開放顧客在線上訂製 可根據客人的體重與步態 量身打造最舒適的鞋底 還可以挑選喜歡的顏色和圖案 這麼客製化的球鞋已不再是運動明星的專利 因為該品牌的3D列印技術有突破性的發展 價格聽說將平易近人 計畫明年會大規模生產 在水中和水中的水中 生產出水中 所以在一段階段 它使用我們在一個很個人的程度上 基於個人的需求 到最低的程度上 如果你看到某些部分 你會看到不同的核心 每個不同的核心可以為一個獨立的商品 獨立的獨立的 其他運動鞋業者 雖然也一直在嘗試3D列印生產技術 但到目前為止 僅限於打造出產品原型 只針對他們所贊助的運動員 訂製鞋底和少量昂貴的特殊鞋 正是因為傳統的3D列印速度較慢 成本昂貴 而且生產品質 仍遜於傳統模具的射出成型技術 然而 這家運動鞋業者 與一家矽谷新創公司策略合作 利用創新的光明聚合物樹枝印刷技術 克服許多傳統3D列印生產的瓶頸 品質上已經可以和模具製造的鞋底相抗衡 並且降低價格 每個鞋底的生產時間 從去年年底的10個小時到今年的一個半小時 再縮短到目前的20分鐘 可以更快的製作小皮量鞋子 他們希望今年可以賣出5000雙這款新鞋 並在明年達到10萬雙的目標 售價不明 所以是 它會賣出很多時間 很多錢 而且它可以在原本上很高的費用 所以我認為它會在鞋子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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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我們會在接下來三年看到很多的東西 目前運動鞋產業 從設計 生產到上架出售 需要12到18個月 3D練習技術有助於縮短這個時間 對鞋業和其他消費品產業 開啟新的革新